這個吳兆咪幫人家手術整齊 生意太好 學一天他就上工 對 我剛才才問了醫師說 他們很多同學就是 國考要是沒考過怎麼辦 念了七年 然後如果沒考過的話 對 那個醫師如果要是沒考過 你國考沒考過的話 你還是不能夠職業 但是這一個他是怎樣 其實他就是越南籍 然後他來到台灣之後呢 他先去做了一件事情 是他做美容美獎 美容美獎 這個我可以想像 對 可是他就發現說 很多他的同鄉 他的朋友就問他說 那你還有沒有其他的服務 他就想 其他的服務 他就去YouTube上面看 他說 因為我們都是做臉的嘛 對不對 我可以幫你做牙齒美白 那牙齒美白怎麼辦呢 他就去網路上面 好 買了一個機器 然後看YouTube 可以了 他就開始弄 這件事情讓他生命大躁 然後其他的人又繼續問他說 那你除了這個牙齒美白 還有沒有更深入的東西 比如說我的眼頭啊 我的雙眼皮啊 他就想說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他一樣上網去買的手術刀 然後上網買的一些 來路不明的衣材 一樣看YouTube 竟然也可以 所以他慢慢的擴大他的營業 他就把這個 他的工作室分成兩邊 你從玻璃外面看進來了 就是原本的美容美甲 可是你簾子一打開 他一樣是美容床 他不是手術床 他一樣是美容床 可是你就可以開始做雙眼皮 然後開眼頭 甚至他還去買了一些 來路不明的衣材 他可以幫你墊鼻子 接下來他竟然又去買了一些 其實應該是人家淘汰下來的 就是以前的那種鹽水袋 那後來現在台灣人沒有用這種 然後他就去把它大批 等於是切貨買來 竟然還可以融入 還可以做陰道的縮陰手術 然後他也不是說我偷偷的做 你們以為說密衣應該要去藏在一個 陰暗的角落 陰暗的角落 他沒有 他後來就把它辦到一個 比較高級的商辦 然後他用一個私密一點的直播 他甚至來炫耀說成 他把新台幣直播的時候拿出來用 一天賺多少錢 30萬 他就講說我一天賺30萬 為什麼 因為他生意太好了 忙不過來了 所以他就變成說他還開分店 密衣還開分店 然後這東西一樣很簡單 我發網路的YouTube的連結給你 看完之後我再給你一套一樣的東西 你就弄一弄 你知道嗎 移民署他們查到他總共有多少衣材 1131件 什麼肉毒 什麼少女針 還有什麼其他的東西 都是假的 他只是就是說一樣的東西 然後他貼一個牌子 就弄上去 可是你知道嗎 他們後來去查的那個影片 我們有去看到 是非常可怕的 你在正常的醫院裡面 你要動手術 你要有個無影燈 那是非常的貴 為什麼要有無影燈 因為你在切的時候 你在割的時候 任何一點點小小的問題 都會造成這個細菌感染 所以你要有這個無影燈 無影燈一組要十幾二十萬 他沒有 他是直播 剛才不是講他直播這邊數錢嗎 三十萬嗎 這個手髒髒的 然後呢 他的手術燈就是拿網美燈 那不夠亮的時候 再給我另外一張網美燈拿過來 他用兩張網美燈 做成無影燈的效果 就是這麼弄喔 那為什麼他最後才會被爆出來 因為其實他就是欺負他的同鄉 他越南籍 很多人其實後來都是逃逸的移工 他就告訴你說 不然這樣子 他做一個那個眼頭的手術 刷眼皮的手術 也要三四萬喔 也是他們一個月的薪水 可是一有糾紛 他說你敢去告的話 你就要被遣返 那後來出來 是因為有一個女孩子 其實他已經嫁給我們台灣人了 所以是他台灣老公支持他說 這個一定要告一定要檢舉 就有辦法讓他們神之以法 不然你像他一天三十萬 其實真的有點像無本生意 而且害了非常多人 管醫師聽到這個人 有沒有覺得 我醫學院念那麼多年 到底是要幹什麼的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醫學院讀得有多辛苦 所有的手術 在醫學院訓練的過程當中 從跟刀到你進去 當然基本知識一定要建立 你沒有基本知識 一個東西你沒有辦法 他不是這樣切過去 流血就止血 不是這樣子 他有很多很多的生理現象 還有很多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尤其是萬一發生什麼狀況的時候 你要緊急去處理 那這些東西 其實你覺得你念那麼多的書 念了那麼多東西 其實這些都是你的基礎的實力 你每一個動作發生什麼事情 你要在那麼當下 緊急的狀況下應變 其實不是他這樣看一看就可以了 他只看皮毛 他沒有想到人家下面 還累積這麼多的實力 請問一下王醫師 如果像剛才遇峰講 他這邊算錢 算一半 有生意了 好 那個地方就開始 然後進去就拿那些什麼 液器材 手術刀 對 然後沒有消毒 什麼就全部開始做 有可能會產生什麼樣一些 後遺症的貴子 這這樣很嚴重 這非常非常嚴重 像我們在手術室進去 每個人都要換手術魚 無菌衣 穿上去 包含無菌手套 在這個空間裡面 大家都有一定的模式 還有消毒的程序 要解消 解消 然後怎麼撲無菌單 這都有一定的規定的 所以他這個太離譜 真的是太離譜了 還在算錢 錢是多髒的東西 那一定會造成感染 輕則只是局部發炎 感染而已 重則跑到再下沉 崩溫性 組織炎 再來就是敗血症 甚至會有喪命的危險 所以有時候是非常非常 危險的一個行為 不是 剛才玉峰講的 你能夠想像那家店嗎 就是從玻璃門看進去的時候 前面就是美容 美甲 然後這邊正在做美甲 弄一弄 你不知道要做美甲 那裡面請 那個門一拉開 正在切肚子 正在弄這些 然後旁邊那床在縫肚子 你所想像是這樣一個狀況 剛剛玉峰講 那個無影燈 你看每次手術上面 那個無影燈 那個是經過 多專業的 打個燈 這邊來一個 然後這邊有一點影子 這邊再加一個 那邊有個影子 那邊再加一個 你可以這樣搞 但問題是 最嚴重的就是 當你已經動到 就是我們講 侵入性的一些手術 或所有這些 瑞琳 他沒有在管你這個 他照做 其實在我們的法律裡面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事 是 根據我們國家 醫師法的規定 是一定要取個 合格的醫師執照 而且還要受有 這個非常好的訓練 要像王醫師這麼優秀 民眾的這個權益 健康權益也才能夠保障 如果他沒有取個 這個合格的醫師執照的話 他可能會處六個月以上 五年以下的有期空刑 還要病科 新台幣 最高可能要高 150萬個這個罰金 這是非常重的一個罪責 不過顯然 150萬嗎 對 我知道這五個月就夠了 才會不夠五天 那是五天 對 我知道五天就夠了 所以還是華盛 人家那個小姐拚一點 三天卯無 對 然後他搞不好講說 罰一高50萬是不是 他搞不好跟你說 他跟你說沒關係 我先砸三百萬給你 反正我先把往後的那些 都先給你了 如果說後面 知道他是密醫的話 對 雖然說他已經做好了 這個手術怎麼樣的 也許做得還不錯 他還是可以主張說 你違反這個法律強制規定 他是可以 還是可以請求退還費用的 那如果說有發生這個醫療疏失 輕的話過失傷害 那他身體健康受到影響的話 那這個有過失傷害 這個刑責以外 那另外還有民事方面 可以請求醫療 交通 工作損失 還有勞工力方面的減損 萬一如果說這個不幸過失的話 這個死者剛好是家中的 這個經濟支柱的時候 家屬還可以請求這個 撫養費用的 OK 你看看 就是為了個愛美 怎麼會搞到最後 我們在討論 如果萬一過失 對 然後為什麼 因為當然你說做手術 當然是有他一些風險 但正規的一些訓練 所有東西該防範的東西 一定都會要想好這些 可是 玉京老師 一般人我們知道說 尤其像大家愛美的話 你做有做醫美的 可是也有一些人就講 所謂求桃花 搞不好去找老師 然後弄個符 有些人會這樣講 雖然你會覺得說 怎麼可能單純這樣 但有這樣心態的人不少 有一些人就是 因為可能是他老公不愛他的 他想要挽回他老公的心 第二個可能就 因為我想要讓我自己更漂亮 然後把大老婆幹掉 小三變正公 有的人可能是特種行業 他想要讓他的生意更好 變成是紅牌 但是我們剛剛有講過了 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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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沒有考過 國考沒有過 你就變成是密醫 我們這個法師也是啊 我們法師一下 老師秀一下好了 來這個我把重要資料蓋起來 老師也是要考 有這個執照的 也是要這個執照 老師也有這樣的執照 對 這個要去坐金 閉關 然後上道梯 下來之後 從那個天庭上面擲筊 玉皇大帝有認同你當法師了 那我們到教會就會發給你這個 所以跟醫師一樣 如果你沒有的話 那可能就是 人家說的是 恰恰 那我來分享一個就是說 在這個我們竹男 發生一個很奇怪的一個案子 那有一位婦人 他跟他的先生 就是感情可能就是情分已經近了 那他就帶了兩個小孩 然後就離開了 那離開之後他就覺得說 這個老公確實不錯 因為他都有賺錢給他用 他想說要如何再去把他挽回 這個感情 在九十一年的時候 然後就輾轉去認識一個 五十二歲的一個法師 他就跟他講說 沒有關係 你有機會的話 可以到我的這個壇裡面來 然後就是在這個時間點 這一個婦人 他養了一隻狗 生了這個小狗 生下來之後 這個他也去問他 這個法師他是拜歡喜佛的 他是密宗一尊神明 他的男生是赤裸的上身 抱著一個女生在雙修的 叫歡喜神 然後他就跟他講說 因為你就是不相信我 然後你看你們家裡 生了這麼多的小狗 你的狗被騎走了 然後生了這麼多的小狗 他說這個是異象 這個有什麼好異象 對 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怎麼是異象 本來小狗亂跑 就會被騎走了 對啊 這有什麼好異象 變成是異象 然後說我可以幫你把這個家裡面 這個異象化解掉 你們就不會有災難了 他說好 那你就 他就去找他 找他之後呢 就變雙修了 就被騙了 那騙了之後呢 因為他帶了兩個女兒 那兩個女兒常常跟他出路 那九十三年的時候 這一位法師 看到他說 這兩個小女生也亭亭玉立了 那亭亭玉立怎麼樣呢 就跟他講說 這兩個女生也要跟著我雙修 然後更扯的是 每次 每次雙修他都會要求說 你要怎麼跟我做 兩個才會高潮 還要請媽媽幫他拍照 拍完照片洗出來之後 還要燒給神明 神明會收這種黃色書刊嗎 我就覺得很奇怪 到最後呢 這個更扯的是說 這個法師呢 要求這位婦人呢 去拜什麼 拜這個木瓜術 拜木瓜術 婦人家有養這個母狗嘛 然後還利用母狗去勾引公狗回來 那勾引公狗回來要幹嘛呢 用個杯子去裝那些精子 然後精子就從那個木瓜術 放在神壇裡面 叫那個婦人去拜他 搞起來可能大家都聽不懂 那後來呢 有去了解就是說 這位法師他修的是邪教 他的意思是說 女生你去拜這個木瓜 你的胸部就會很像木瓜那麼大 你的老公就會愛你了 然後因為我們知道 有種過木瓜的人 你只要拿刀子稍微一晃 他就留一個乳白色的枝出來 對不對 跟精液是不是很像 然後他就利用這些精液 跟我們這些狗的精液 放在一起 然後經過這個法師施法之後 他想要把這個東西 帶回去給他先生吃 吃了之後呢 他先生就會乖乖地聽 他婦人這個話 然後後來是怎麼是被爆發 因為他們越來越覺得不對勁 然後在民國九十三年的時候 這一個法師就是有點 有時候會喝酒 喝完酒之後回來要求他 就是好幾批就對了 然後這個母女他不願意 出手打他 打完他之後呢 我們這個婦人就帶了兩個女兒 到派出所去報案 派出所馬上就來抄 這個事情還傷得爆 後來被判十九年六個月 這只能講 剛剛一學老師講的過程 只能又又害人聽聞 匪夷所思來形容 結果後來因為報了案 然後後來偵辦完像這些 對那對不管身心靈各方面 受損的那些母女 他們要請求損害賠償 這是一回事 還有另外一個是 他的前夫 可不可以覺得 你媽媽帶著女兒 怎麼會發生像這樣一些事 那我可不可以要求 要改進監護 這個很明顯就是說 媽媽沒有禁告 教養保護的責任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這個我自己也是身為媽媽 我談得實在是非常非常難過 而且我覺得這簡直是 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時候即使說 爸爸跟那個媽媽 已經沒有婚姻關係了 那即使說這個媽媽 是主要照顧者 或者是說這個侵權的部分 完全都是由媽媽來感染的話 爸爸還是可以以此為由 那向法院申請監護權改定 你剛才可以想像 剛才玉璇老師講說 那個媽媽某種程度 她希望能夠挽回婚姻 然後可能就只是世人不明 然後結果後來找到了一個 那種邪惡的法師 OK 做這些 可是過程當中 王先生一定聽過有一些案子 通常會到醫院去的 一定有很多人 好 他為了要讓老公喜歡他 然後或是能夠回心轉意 他也去找了一些偏方一些什麼 可是搞到最後 大概都已經不可收拾了 才會跑到醫院來吧 對 像我們在大部分碰到這種 都是已經到沒辦法了 他才會過了 因為他前面一定不會 那種偏方他一定都在民間在那邊坐 那等到造成他已經不舒服了 痛了等等的症狀 他就不得不來醫院 這樣的情況像挽救婚姻 他過去有一個個案 就是一來 他一進門診的時候 你就看他走路就怪怪的 這樣扭來扭去就對了 那表示下面很痛 他沒有辦法走 走到我們的問診的那個地方 說麻煩你坐下來 我們看 他不願意知道 我不行 我沒辦法坐 我會很痛 結果上天人來一看 裡面真的就是 整個都發炎爛掉 已經到豐富性組織炎了 整個都紅了 那你會覺得說 你怎麼會變這樣才來 他就說沒有 我老公就好像對我沒興趣 他說在很久以前 因為他有生兩個小朋友 自然產兩個小朋友 他說我老公跟我發生關係 每次都嫌我那下面 就像進入無人之境一樣 毫無感覺 所以我就去聽 就是網路上 還有婆婆媽媽在講 他有一種類似像 您教的東西 我說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他說他也不知道 他就把它塗在裡面 會緊實 他們就是這樣講 因為他不會尋求正規的醫療 那我明道裡面 他是有一個正常的 所謂的菌蟲情況 你亂塗東西 這反而會更嚴重 他說剛開始用的時候 會有點熱熱的感覺 他覺得這感覺 好有效 你看有緊實的感覺 他就覺得這是對的 可是其實這是錯的 因為也有在發炎的初期 那是發炎 對 他已經在發炎 他把它當成是正常現象 然後他就越用越開心 然後好了 最後就感染了 因為你把裡面的環境都變差了 那這次很慘 進來就先治療 我說你這個要住院先打抗生素 嚴重的甚至要輕創 更嚴重的要直皮 因為他已經到 整個皮瓣都已經有點壞死了 對 所以 不要小看這些問題 有時候以為這樣沒事 到很嚴重我們都遇過 王醫師可不可以請問 你剛剛有提到說 對 他就去找了 你不知道哪裡找到的那些 偏方的一些的藥 或什麼 結果後來變這樣 然後你剛剛講說 他沒有尋求正常的一些的方式 如果像你剛剛講說 有先生會 就是講老婆那樣子的狀況的話 正常的方式是什麼樣的一些方式 其實一般 一般我們大概進來 有的也會這樣子 有的是正規他就來 他就說 我覺得我下面好像很鬆弛 或者有的會講說我子宮脫垂 那現在有很多方法 包含所謂的雷射治療 讓他 我們用那種物理性的原理 去讓他能夠 肌肉群能夠增強 讓他可以比較緊實 這是一種 甚至有做手術 可以用懸吊的方式 把它吊上去 其實是可以改善的 可是有的還是會有一些 像打什麼左旋玻尿酸的 那個有時候還沒有很正式 那個真的要很小心 因為你沒處理 我女生你是擋到臉上嗎 沒有 她是玻尿酸什麼都能打 那現在全是 我覺得你們女生真的很厲害 真的嗎 對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小模 然後他在IG上面 看到人家分享的是那種抽籍 然後他有傳給我看 他說 鳳哥你覺得這家好不好 我說我沒有看過這個診所 他說他這不是診所啦 我們家那個是醫美工作室 我說工作室 你都沒有聽起來毛毛的嗎 他說可是人家都說 有效啊 我說那如果你發生事情了怎麼辦 他就被我唸了一頓 他說好 好 好 那我知道了 後來他就去了 我覺得每次都這樣子 你就覺得有問題 問完以後還是去 對 他為什麼去呢 他就說 因為很多的正規的 大招牌的醫院 或者是正規的診所 他們去抽籍 都沒有什麼感覺 有沒有 他們去這種醫美工作室 你要抽多少 你抽到飽 抽到飽 對 他不會跟你計較 他說我一直抽... 後來他出職之後 我有去問一些醫生 為什麼 他說其實 因為抽籍是非常危險的 如果他畫了哪些波紋 你抽的話 你當然只能抽到 它安全的劑量 可是 這也是一個侵入性的手術 做完之後 你身體還是會有腫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我去抽 然後你如果說 我抽籍完就會 體態就會變好 可是身體一腫 感覺又不出來 可是這種密衣的 他就是拚命的抽 他也不怕你 抽完之後他還推薦一個東西 叫做手工香皂 他說這種手工肥皂 有精油 然後是純手工的 跟外面的東西都不一樣 抽子也很貴 這個手工皂也很貴 他說那為什麼我要買呢 他說你看 你好不容易變美了 這些手工皂再塗上去的話 你就會變得更美麗 然後更有亮澤 你的皮膚更好 然後他就買 買完之後 工作室還跟他講說 你不用擔心 臉也可以塗 結果全身長皮癩 點點也都爛掉 那爛掉之後 他就沒辦法 就只好去找正規的醫生去看 你知道後來去查 它是什麼東西嗎 它是一個廢物利用 你去抽脂 不是都會有人類的脂肪嗎 這個醫美工作室 再把這些脂肪 沒有消毒 再直接去做成肥皂 然後再賣給你 再賣給你 所以他那個 是他自己的脂肪 對 他自己的脂肪 然後我們去拍的時候 才發現說 他一代一代的 你以為是下水糖 其實有點 你不要影響 你不要影響人家的聲音 對 對 可是等你覺得不對的時候 要去抓它的時候 人去樓空 那這種是醫美工作室 就是密衣 那還有一種就是 大牌子的 有一個美容教母 就是他在很早很早以前的時候 就代理一些比較知名的品牌 然後在百貨公司設櫃 其實大家都應該 多多少都用過他的產品 那他後來年紀比較大 就交給二代 交給二代之後 他就想說好 那我就去打玻尿酸 他就去打了玻尿酸 就死了 你看 就死了 你怎麼會出來就死了 他就跟家人講說 打玻尿酸有什麼好玩 他就跟家人講說 我去打玻尿酸 然後打一打之後 一開始是刷卡 後來就說 我開公司的票 我還是我開個人的票 反正我跟你們講一下 我有一筆八十萬 我就要去打玻尿酸 那家裡就覺得很奇怪 你打玻尿酸 你要CC幾瘤幾瘤酸 你刷到八十萬 好啦那媽媽要打 她也不好意思說不要嘛 反正票就開出去了 後來在接到訊息的時候 就說死掉了 因為他在手術的過程當中 就昏迷 昏迷之後 診所沒有第一時間送醫院 他想要找民間的來 因為你要是打119的話 你就會有記錄 然後可能是要規避說 記者去查說 這個診所怎麼有救護車出入 他要打民間 要拖了一點時間 好 重點來了 這個東西 他子女告上去之後 這個有牌的醫美診所 還不承認 他就全部去改 他就拿那個A4紙又改 明明就是侵入性的 然後也不可能只打玻尿酸 他就把它改成什麼 臉部保濕 檢頭就問他說 臉部保濕會侵入 對啊 檢頭保濕要全麻 可是他不管 他就去拿兩個A4紙 然後把它全部疼血 那檢頭官員問他說 如果他在你這邊 做了半年 一年的 你應該每一次的筆跡 還有紙的那個 就是新舊 應該不太一樣吧 你怎麼會全部都一樣 我也是他不講就不講 反正他們的態度就是 那就打官司 賠就是賠 可是對家屬來講 他真的很不能接受 就媽媽就這樣走掉了 好啦 有些人是 你說人到最後 最後那一刻 反正所有的服務 所有的抓得到的 都是救難的感覺 可是對他們來說 他真的是這樣嗎 如果平常的日子 你跟他講他也不會信 可是人就是身體有狀況的時候 那這些就可能嫌目歪刀入侵 但是有的狀況 王醫師 剛講的這幾個 都是因為有一些 自己的一些其他念頭 耽誤了自己正規 應該就制的一些方式 可是有一些狀況 譬如說 每一年我們都在講說 譬如說九月要開學 或是尤其是暑假過後 是不是有很多 因為畢竟年輕人 可能在這過程當中 常進國 然後結果未成年懷孕或什麼 你知道那個小孩 你叫他去跟大人講 他發生的狀況 有很多他根本不敢講 所以不是有很多社會新聞 都是在學校的 什麼學校的廁所 突然有小孩生下小孩 他才知道說 他已經懷孕生小孩這些 像你們如果 有沒有應該聽過很多這種 他不敢找到正規醫院 他就隨便找個秘醫 找個坊間什麼地方 去做墮胎或什麼這些 其實以前都會講墮胎潮 大概就在九月十月 現在已經沒有了 現在打破建制 每個月都有可能 真的嗎 對 那像這樣的情況下 大部分都在那種 中措生最常看到 十幾歲的 所以每次他們來的時候 我們都會發現 他的年紀都一定 比他週數來得小 他可能十九週 二十週 他才十七歲 就變成那種 很奇怪的一個畫面 那有的是他自己先來探風 然後就跟他講說 我說你這未成年 那你媽媽來 他說那你家人知不知道 他就不大講話 我說你大概跟你媽講 你可能就會變矮一點了 我說他為什麼 因為腿會被媽打斷對不對 不是 你還嚇他 太殘忍了 對啊 你還嚇他 他更不敢了 那你要講 他說那怎麼辦 我說你要叫你媽來 你沒有成年 我們也不能這樣做 那從這樣的一個故事 你就會知道 其實有很多他會害怕 對 所以他也不敢跟媽媽講 那他就有那種 閨宗密友 同學嘛 就可以跟他講 某一個巷子 某一個地方 會有一個專門在做這種的 你過去問他 這就慘了 對 因為他這麼大的周數 這樣做很危險 會大出血的 所以之前就有過有一個個案 這比較特別 就是他懷孕了 結果他不敢跟他媽媽講 然後就去找了一個 類似不知道在哪 反正也不曉得在哪裡 也是人家介紹的 然後就去那邊做流產的手術 因為他周數太大只能隱產 那隱產的話這就是 他那個就在一個房間吧 類似變形的診所 就是那種像 會不會像跟越南一樣 那布連打開就這樣 然後晚上 他銀產不會這麼快的 因為他太大了 他好像快20週左右 所以他就說 你晚上就在這兒 就你一個人有問題 你打個電話給我們 沒有人在這兒陪你 就這樣 然後就半夜出來了 他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小朋友就生出來 因為銀產就是這樣出來 他出來下一步就是 他可能沒有處理好 也沒有給藥 就大出血 然後趕快打電話去求救 然後那個大概負責人吧 不知道是怎麼樣 反正他收了一筆不便宜的錢 就是你這樣這麼大的周數 可能好幾萬 錢給人家拿走了 做了然後大出血 他來他也慌了 就送來我們醫院 雖然我們醫院 這個人幾乎都白掉了 就是下面一直在出血 對 就是一個產後大出血 已經失血過 差不多快完蛋的那種感覺 那因為他年輕 所以他可能 那個身體的心臟 這些功能都還可以撐得住這樣 瞬間留個一兩千 大概還可以 來看到這樣子 那個人就這樣躺著 趕快輸血 我們輸血速度很快 馬上先輸血 然後讓他子宮說說 可是那個血就一直止不住 那止不住後來就是說 我們趕快做血管攝影 把他兩邊的 兩邊的那個 主要子宮的動脈 先用血管攝影 把他做一個 栓塞的工作 然後後來這樣慢慢止住了 慢慢這樣子疏血 然後送交到病房 觀察一天就好了 慢慢改善了 後來他媽媽總算也出現了 那後來我就問 問媽媽媽媽什麼都不知道 就問他本人 我就說你這個 這個懷孕的人是誰 他就說 沒有啊 就是那個叔叔 我說叔叔是誰 就是他媽媽的男友 對 男朋友 對 所以有些家庭的那種 結構上有點問題 就會造就這樣 其實像這種不知名的來 其實有很多就是社會問題 那一方可能比較常聽到這種 就是 就是他會不正常 才會有這樣的結果 然後他也不找正規的醫療 他又害怕 他又不敢跟他媽媽講 就去外面 那你如果說 萬一他沒有打那個電話 就這樣躺著血 血腥要流到肝 可能好像去人就糟了 對 其實非常非常的危險 那你也許來大醫院 雖然來大醫院 你會覺得好像感覺 什麼都被人家知道 可是至少你的命不會出事 對 那我們這些都可以幫忙他 可是至少要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OK 其實王醫師最後那句話 就是不管什麼 不管你是為了愛美 不管你是為了健康的問題 安全是最重要的 因為在大醫院任何狀況 基本上 因為醫療的過程 你真的不知道會出現什麼樣一些的變數 總是都可以處理 OK